嫂子怀孕了 产检显示胎儿没有左手 全家人犹豫不决 我体一打胎 最终那个孩子被留掉了 嫂子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健康的女孩 可我没想到 嫂子会让侄女给我下药 把我卖到山沟里 晕倒前 嫂子的骂声还在耳边 都是你妹的错 不然咱们早就有儿子了 重生回来 看着嫂子犹豫的表情 我笑了笑 这可是一条生命 是我们廖家的金孙啊 铁棍狠狠扔在我的头上 我喷一声倒在地上 甚至听到了自己的血流出来的声音 男人踹了我两脚 随后毫不留情 把我扔到猪圈里 公猪啃食 我全身都很疼 仿佛有无数根针扎我皮肉 我没有办法跑 我的双腿早已被打断 没有人治疗 伤口化蒙厚 就毫不留情地挖掉皮肉 在被迈到这个山沟里当奴隶前 我是个舞蹈家 我的腿断了的那天 我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往后的几年日子里 只是不甘心 一直苟延残喘 而今天 我惹怒了他 终于被打死了 只是好恨 恨那个把我害到这个地步的人 灵魂悠悠飘到上空 眼前突然闪出一阵亮光 等我再次睁眼 是在医院的走廊 我的嫂子曹秀秀 摸着肚子发愁 医生说建议我打胎 说孩子不健康 此刻我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我居然重生了 我妈已经知道是个男孩了 不愿意打到 哎呦 这医生肯定是看错了瞎说的 我孙子怎么会有事呢 我哥是个彻彻底底的妈宝男 本来已经打算听医生的话打胎了 此刻又犹豫起来吗 人家医生都是正规的 此时曹秀秀突然问我想罚然然 是大学生 问问然然吧 众人的目光移到我身上 曹秀秀是故意的 他的怀孕计划 准备了整整大半年 好不容易怀孕 就等着在新年生一个 寓意富贵的属龙男宝宝 现在如果单凭一个孕检 而打掉来之不易的龙宝宝 他肯定不甘心 可他又怕以后出了事 没人都底 所以干脆把决定权给我 让我当这个左右为难的人 可惜上一世 我就是个蠢货 自以为好心建议 让他为了未来打掉孩子 而也因为这个原因 一家人通通看我不顺眼 曹秀秀更是借口伤心 让我包揽了照顾他坐月子 又贴钱又送你 但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只是无所谓的开口 我当然是听妈的 我妈经验丰富 又笑了笑对我妈说再说了 这好歹是一条生命 还是我们廖家的金孙啊 这话终于说动了一家子 我妈拍板定下来 生 只是少个左手罢了 还有右手 不影响以后学习 曹秀秀也安定了心 一家人就这样高兴地回了家 曹秀秀早就进了一个龙宝群 里面都是各种家长 宣扬龙宝多么好 甚至有些家长会把兔宝宝打掉 只为了生龙年的龙宝 有人说龙年年初的龙宝 才是最富贵 最有福气的宝宝 有不少人听说了曹秀秀的事 群里也一堆劝他放心的 咱们龙宝宝天生好命 肯定会万事顺遂的 看着不少宝妈打孩子 都没赶上怀龙宝 而自己的孩子 只不过是少了左手罢了 比起别人 自己的孩子已经很幸运了 看着曹秀秀美滋滋地摸着肚子 我冷笑了一声 曹秀秀没有好好备孕 婚节也没做 他所谓的准备要孩子 就是喝那些从龙宝群里逃来的秘方 他的孩子不仅没有左手 而且还发现大脑发育不完全 可能会造成智力障碍 上一世我是四处和医生请教 了解清楚才劝他放弃孩子 他打开一天就后悔了 怪我做姑姑的心狠 现在我不愿意插手这件事 希望他能够得偿所愿 曹秀秀心安理得接受我妈的伺候 现在正是年尾 我妈忙着准备年货 又要大扫除 忙得不可开交 上一世的曹秀秀 在我的劝说下打了孩子 我妈心有戒地 她一直骂我不应该自作主张 害了她的大孙子 更不愿意搭理曹秀秀 曹秀秀小产坐月子 全是我请假照顾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明天就要大学毕业了 我已经在一家舞蹈机构 找好了工作 寒假正是学生多的时候 我果断去了工作室 我重新在舞蹈房跳起来舞 我曾经一度以为 自己将再也不能偏偏起舞 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肌肉记忆是这么厉害 我明明感觉 上一世断腿的地方在疼 可我的身体 却随着音乐而动作 依旧那么优美 那么自然 上一世的我在曹秀秀生下女儿后 已经成为本事知名舞蹈老师 因为我哥廖征 但他运气出轨 我又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我自认为是我们家对不起他 为了不偿他们母女 我所有的演出费和教科费 都尽数给了他们 我把曹秀秀当亲姐姐 把他女儿廖青青 当亲女儿一样对待 他让我把青青交成 最出色的舞蹈家 我就把毕生心力 都投入到青青身上 最好的资源我都给了他 他的每一个奖杯和荣誉 都离不开我 可最后 曹秀秀还是打心眼里认为 我欠他的 如果不是我 他早就靠着龙抱 活得幸福美满了 记忆回笼 看着眼前的一群小女孩 我长出一口气 还好 现在一切都有重来的机会 这一世 我不再需要喂养白眼狼了 我回到家 我妈还在忙来忙去 而廖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曹秀秀坐在他旁边吃着水果 我妈一见到我就喊我赶紧帮忙 我没理他 沉默地回房繁琐 默默听着他在外面叫骂 我妈是个重男情女的人 我一直知道 比如我哥廖征 一位征途光明 而我叫廖染 只是因为当时我哥认识了 一个生词然然生起 念到了一天 从小到大 家里的活是我的 饭是他的 他高中没考上 砸锅卖铁也供他去打砖 而我因为没有上一种的学费 而去了一校 我妈和我说 一校念不出来的 劝我退学 我答应他 只要我跳进大学 他就不再劝我退学 我不想任命 勤工俭学正前去跳舞 可能我真的有点天赋 有些幸运 我最后以舞蹈生 进入了本市的二本大学 跳舞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就这样一直跳了下去 舞蹈已经是我的生命 但我妈一直怨恨我的成功 一直看我不顺眼 他觉得说我抢我哥的前途 何况我还杀了他的金孙 我被卖到山沟后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打电话 我求我妈救我 只得到他冷冷一句 这都是你害我孙子的报应 让你一直像着曹秀秀的一个贱人 活该 我被一番话打击的舞雷轰顶 还没来得及报警 就被人发现打了一顿 那时我就告诉自己 我们的母女情缘已经断了 日子如水一样流逝 马上就要二月了 曹秀秀的肚子 也像吹气球一样 日渐大了起来 我妈生怕委屈了她的大孙子 一个劲给曹秀秀补身体 鸡鸭鱼肉炖的有 下午有下午茶 晚上有宵夜 曹秀秀一害口 总是吐 我妈指着她鼻子 骂她不是好歹 诚心害她孙子 曹秀秀早被群里的龙保妈们 宣传的失智了 也怕害了儿子 跟着群里一个双胞胎保妈喝了草药 对方说只要龙保聪慧 这个药不用一个月就能起效 果然半月后 曹秀秀变成无肉不欢的性格了 逢人就夸是自己的龙保 聪慧有福 现在的曹秀秀有180斤 体重严重超标 未来产子会困难许多 而我实相的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依旧把炖猪蹄和红烧肉 摆到她面前 曹秀秀有些为难的咽了一口 下一颗立马吐出来 她最近总说身体很不适 呼吸也呼吸不上 总是心悸 身体水肿 想呕吐 我大概猜测她 应该是有点认身气高血压 我妈在厨房听到声音 立马冲出来骂作死啊 这都是钱 我一口没舍得 吃全把肉给你 你就这么糟蹋 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你自己要死要活我不管 反美去我大身子 可别怪我不客气 给我吃 曹秀秀有点怕 疑心自己或者孩子有什么问题 因为自从上次之后 她再也没去医院做过检查 我妈冷笑一声 不以为让我看你就是天生穷苦命 吃点好东西还不习惯 你肚子是龙年的第一个男保 天生福气好命 不然你一辈子也吃不到这些好东西 曹秀秀被骂得色缩两下 忍着恶心吃那些腻味的肉 只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妈我知道了 我吃 让我的龙保健健康康 白白胖胖出来 有力气把福气全抓在手里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孩子会顺利落地 曹秀秀也早已经在群里 宣扬了自己龙保的优秀 并且在生活里 还四处宣传属相论 说龙保是贵命 天定的富贵人 曹秀秀在群里卖那些奇怪药水 还振振有词 自从我怀了龙保 我家老公公子涨了 我婆婆也天天伺候我 我小姑子还顺利找上工作 这就是年初龙保的厉害 大家可要抓紧了 龙年末尾的龙保 可就没多少福气了 她算群里为数不多 顺利怀了龙年低胎男保的妈妈 群里不少人都听信她的话 甚至购买她曾经喝过的药水 只求在龙年诞下龙保 但在离育产期还有半个月时 曹秀秀养水突然破了 我妈一脸嫌弃 骂她会气 而我看着疼得四心裂肺的曹秀秀 隐秘地笑了出来 只是这样远远不够 曹秀秀紧急送到医院生子 可是她却死活不愿意进手术室 不能生 还没过年 要过了年生 曹秀秀坚持说 没过年的龙保 福气不够足 一定要过了年生 医生怎么劝也没有用 气得不行 你当生孩子是买东西 想什么收生就什么收生了 我妈就接半天 一听医生说再不生 大人小孩都有生命危险 当即拿了主意 签了名字后 曹秀秀被推进了手术室 曹秀秀疼得大骂料争 要争你的王八蛋 我妈瞬间变脸 她最不能容忍儿子被骂 催了一口曹秀秀 又转问我 刚刚你和你嫂子在一起 好好的 怎么突然破水了 我故作不好意思 扭捏半天才悄悄说出来 刚才我哥给我发消息说 让我帮忙挑一个项链给了解 但是嫂子 当时就拿着我手机呢 漏线了 我妈文言立马掐了我一把 一个废物 让你小心一点不知道吗 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多配钱货 真是天生来和你哥的 重生一次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小三傅苗 就是我妈牵线搭桥 给廖征介绍的 上一世 我妈实在想要孙子 小三又是老家那边的厂长女儿 再加上廖征进过难代 我妈就动了歪念头 上一世曹秀秀 是生了孩子后 才无意撞破了廖征和傅苗偷情的 他因为生廖轻轻大出血 以后再也不能生了 所以又哭又闹 死活不离婚 廖征也早就厌烦了他 带着新欢离开 好秀秀几乎和廖征 处于分居状态 是我因为觉得对不起他 而主动帮助他们母女 我曾经无数次和廖征索要抚养费 廖征鄙鄙视因为嘴甜 在傅苗爸爸的厂里 混了个小领导的位置 涨了工资 但他看见我 还是像看见晦妃婉一样 满脸不耐烦 廖征从小被宠罢 而我则是他的奴仆 还因为我妈 他耳如目染之道 我是抢了他福气 害他一事无成的罪人 廖征总是对我一顿羞辱 踩着几张纸钞赶我走 甚至最后出于嫉妒 和谋把我迈进山沟 上一世我蠢 结果背着无耻的两夫妻 害得尸骨无存 现在我倒要看看 廖征面对心心念念的儿子 和有情人作伴的前程 他到底要哪个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廖征终于赶到了医院 我妈又是上去一顿闹了 廖征听说是我害的 立马火猫三丈 一边骂我灾星 一边举起拳头要打我 我妈赶紧拦下这是医院 你注意点 而且把他打了 到时候你老婆儿子谁伺候 廖征最后 只是骂了我几句 没再动手 不同于生廖青青史 有我照顾 他现在因为太大难产 他又坚持不剖 说什么顺产的龙宝最有福 最健康 所以很是遭了一番大罪 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才把孩子生下来 抱过孩子一看 果然没有左手 孩子生下后 一家人没有一个 去关注曹秀秀的情况 而是围着孩子转个不停 曹秀秀这回生产代价很大 一声委婉表达就是 以后他都不适合生育了 曹秀秀仅仅落寞了几分钟 就没事了 他抱着婴儿的照片 被群里的宝妈们纷纷 赞扬羡慕没关系 反正我儿子天生龙保服命 我只要一个他就好了 虽然廖荣张没有左手 可一家人还是爱他爱得不行 并且坚信他是贵命 前途无量 甚至廖真和曹秀秀也和好了 曹秀秀过了个满面春风的新年 孩子算残疾人 来访的亲戚朋友 亦都被这孩子空荡荡的左手吓了一跳 只有曹秀秀不以为有得必有失 我儿子注定没有左手 也能富贵无极 一声顺遂 你们这我儿子的都是眼馋 都是羡慕 好多亲友劝过 但曹秀秀都不听 还觉得是他们嫉妒他的龙保 一来二去 亲戚们被骂得几乎不再来往 曹秀秀自从怀了孕后就辞职了 家里只靠廖真一个人的工资 养活一家三口根本不够 于是曹秀秀盯上我 他从来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上一世我不去上班 伺负他小产坐月子 后面他生了女儿也是靠我养 却从来没有笨过我一句 为不累 替我分担过一次废月 他只会和廖青青说 如果不是我害了他哥哥 那么廖真就不会抛弃他们女女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爱他 会比现在富有得多 而现在 陶秀秀根本不考虑我还是个大学生 只知道我有了工作 让我花钱养他然然 荣张可是你们廖家的大富星 你要是也想顺顺利利沾我儿子的光 那你可要多给孩子买点东西啊 常人总说小孩机灵 可廖龙章不一样 他总是没有精神 也没什么表情 不会哭不会叫 大多时候双眼无神 呆呆地看着角落 我猜大概是医生当时说的 大脑发育不完全导致的 我抱歉一下 告诉他我还在实习期 没有工资 曹秀秀听此白了我一眼 骂我没用 又只会我给他端一碗鸡汤来 很快就到了廖龙章的满月宴 曹秀秀大肆操办了一番 势必要让所有人 来羡慕他的夫妻龙堡 可惜廖龙章实在不太争气 整个宴席上他都一封咽咽的 没什么精神 而且热闹的场合 吓得他哭了好几次 他焦急地问群里的姐妹 那些宝妈告诉他是因为 龙堡天生聪慧喜静 太多人只会让龙堡感到烦躁 曹秀秀不相信医生的话 反而相信群里一些宝妈的经验之谈 而我也因为工作原因 去了外地学习 至于这个孩子能长成什么样 要全看他的父母如何教了 等我再次见到廖龙章时 他已经上小学了 没了我的的倾囊相助 廖龙章明显不如廖青青活的书坦富足 因为大脑发育迟缓 他比同龄人晚一年入学 现在在这个大部分是舍宝宝的班里 他常以龙堡自命不凡 他被家里人宠坏了 坚信自己是天生好命 在家里作威作福 见到我的第一面 就张开手索要礼物我妈说了 你就是不婚不孕的怪胎 以后的钱都得给我 现在给个礼物怎么了 曹秀秀赶紧捂住他的嘴 假装打了两下童言无忌 然然别和小孩计较 在学校 他因为少了左手的原因 一直被同学当成一类排斥 但廖龙章早就被关得无法无天 靠我妈和曹秀秀给他撑腰 三见两头就和孩子们打架 学校里的同学对他又气又怕 廖龙章被养得又矮又胖 像炮弹一样 他的同学也总拿体型和他的身体缺陷 而嘲笑他 而且我发现廖龙章的智力 确实有点问题 他经常只凭感情做事 非常暴躁冲动 加上家长的溺爱 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 这样早晚会出现问题的 当初的廖龙章两岁才学会说话 吐字不清 磕磕巴巴的 周围人建议去医院查查 而曹秀秀不愿意我们龙保 这叫贵人语池懂不懂 这说明我儿子将来是要做大官的 不屑和你们普通人废口舌 你们纯粹是嫉妒我儿子 这下再也没人插手他养孩子的事 我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舞蹈家 这次回来除了是为了给机构宣传 还有就是要向曹秀秀彻底报复回来 反后曹秀秀把儿子从怀里放下去 然后拉着我去房间聊天 我看了一眼 在这个家里 我妈已经取代我成立新的无常保姆 她肉眼可见的销售仓老许多 整个人是被繁重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廖征吃过饭就立马离开了 在得知他已经升职的消息后 我心里明白 傅苗和他又在一起了 房里曹秀秀所吐槽 这个小学动物不好 教育设施一般 师资力量不好 校风不严谨 总之就是委屈了他儿子 这样的天生福娃了 然然 这可是你亲侄子 你现在没对象没孩子的 以后可是要靠我们宝宝帮你的 你认识的人多 人脉广 那个私立小学的老师 你肯定熟 曹秀秀眼里的愿读没有被我错过 本来他就嫉妒我事业有成 希望我把钱全赠送给他 他自诩龙宝妈妈 福气满满 现在却还要拜托我办事 自然心里不痛快 上一世的廖青青 就是被我招了卖塞进去的 但曹秀秀只说是 自己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 半点没把我的钱和人情说出来 我点了点头可以试一试 但是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可不简单 曹秀秀一脸骄傲 我们宝宝天生聪会过人 什么考试都不在话下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日子 曹秀秀亲自去送廖荣章去考试 而我也告诉了廖征这件事 廖征自从一年前生之后 就变得特别忙 仔细想想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他也已经和傅苗重新在一起了 还计划了离婚后二婚的事 我想起一些往事 主动凑到他身边的歌 我还是觉得你不能辜负苗姐 廖征的眼睛转了一圈 似乎不明白我的话 我依偎深长道哥 我有办法让你顺利取了苗姐 果然 这话刚落地 廖征最近迫不及待问我怎么办了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廖青青六岁 而廖征已经和他们母女分居三年了 他那天突然联系我们 要见一面谈离婚的事 到了地点我才知道 最后廖征没有选择离婚 就那样和傅苗拖延着 闹了好久后傅苗把他踹了 而廖征又去了外地打工 直到廖青青上了高中才回来 然后逐渐回归家庭 他们一家三口 让我一个人赚钱养活 看着廖征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适合开口 当然我知道这个方法太狠了 哥如果你不忍心 那就当我没说过 反正这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那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接嫂子了 我独自离开 徒留廖征一个人选择 不知道上一世曹秀秀提出 把我卖了时 我哥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纠结 不过他那么自私自利的一个人 任何人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吧 到了学校 我接到了满脸得意的廖征章 和小心陪校的曹秀秀 哎呦宝贝 你慢点 你倒是和妈妈说说 今天的题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妈就知道你可以 你可是富贵命的龙宝 富裕很旺的 干什么都能成功 曹秀秀现在已经被鼠香 论洗脑成功了 满脑都是他儿子 以后有大出息 就连廖荣章也听信了 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 第二天成绩公布了 参加入学考试的有300个学生 廖荣章在第250名 私立小学是进不去了 曹秀秀翻来覆去看 嘴里堵囔着不可能 是校方登记错了 我儿子可是真龙天子的命格 怎么会这样 我不相信 我儿子不可能会只考这么多 廖荣章也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他一气之下 抢过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整个人发疯一样嘶吼撒泼 就像一只野兽 我不要回去 他们都欺负我 我不要回学校 我妈不忍心 拉着我的手 求我再去说说情再考一次 宝贝怎么可能只是这样 一定有原因的 可能被其他人调换了卷子 也说不定吧 或者太紧张了 发挥失常 你去让他们再考一次 曹秀秀一听也是两眼放光 就连廖荣章也不叫缓了 我几乎要忍不住笑出来 我妈哪里是把我当女儿 她明明是把我当许愿池的王八 换卷子 发挥失常 这种理由 怎么可能会有人相信 只有他们自己会相信龙保负命 此时廖征回来了 听到儿子的成绩 他终于发动了 二话不说 先打了曹秀秀一巴掌 曹秀秀猝不及防 被扇的倒在地上 捂着脸看他 廖征踩着地上的手机碎屏质问 不是说你儿子天生命好 注定能成功吗 这才小学 语文数学家起来才分 你就是这么管孩子的 你这个扫把心 你把儿子害惨了 本以为廖征不信这些 没想到他也认为 儿子是龙保负心 只是他让曹秀秀 这个拖后腿的妈 才影响了他儿子的运势 果然 廖征提出离婚了 曹秀秀立马站起身 气势汹汹地面对廖征 想起我昨天 无意抱怨哥哥作为父亲太忙 孩子缺少教育才会这样 曹秀秀插着腰 和他对骂起来 这个说那个天天 不管家务事坐享其成 那个说这个在家吃白饭 还不会叫个孩子 不配当妈 廖蓉璋在旁边 大吵大闹的添乱 我漠不作声地拉着我妈 以防他劝架 两人越吵越凶 竟然还动起了手 撕扯之际 不小心碰到了廖蓉璋 闷响一声 室内安静下来 下一秒 曹秀秀的尖叫 伴随着廖蓉璋的哭声 响彻云霄 廖蓉璋被紧急送医治疗 他倒地时脸 刚好刻到了碎玻璃上 他的左脸 被锋利的玻璃片划破 细长的伤痕 遍布左眼周围 此时一看 他好像一个 被恶魔诅咒过的孩子 整个左边躯体 都是受伤的 婚最终没有离成 廖蓉也没有多看儿子一眼 确认眼睛没有大爱后 便离开了 廖蓉璋休养后 依旧回了原来的学校 但他当时离开时 召让了自己 生爱就是贵人命 注定和班里的普通废物们 是不同世界的 很是比一番才走 如今狼狈地回到校园 他的同学自然会 好好嘲笑一顿悠悠 这不是贵人廖哥吗 没左手的龙保 怎么回我们这个 普通人的地方啊 结果可想而知 廖蓉璋气急 一拳打在了对方脸上 还起到那个孩子身上打 一如他的父亲打母亲那样子 闭嘴 不准嘲笑我 我可是龙保 我妈说了我天生富贵 夫妻多 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都要讨好我 旁边的孩子们赶紧来帮忙 也有人机灵地去找班主任 到了最后 我和曹秀秀被请到了学校 曹秀秀一进门就气得骂人老师 肯定是有人欺负我们宝宝 他们就是看不起我儿子没有左手 他们都是小小年纪 怎么能那么狠 但和他想的不一样 廖荣张把那孩子打得鼻青脸肿 鼻梁鼓也断了 甚至只差一点就打坏眼睛了 对方家长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次来就是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曹秀秀脸色变了变 还是倔强地反驳我儿子是龙保福星 天生神力 谁让你儿子没福气 是个风一吹就倒的废物 对方家长冷笑一声 派出伤情鉴定报告 你最好把舌头履直了说 否则我就送你儿子介绍管所 证据确凿 班里的小朋友也统一回复 是廖荣张先打的对方 曹秀秀尖叫 肯定是你们一个搬联合起来 欺负我儿子 肯定是你们嫉妒他有福气 你们故意的 他疯疯癫癫一番话 自然不能改变对方家长的索赔 70万 只要给了钱 他们就不打官司 曹秀秀干脆躺在地上撒不打滚 你们杀我吧 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对方家长冷笑连连 你家不是有龙保吗 标材那副的孩子 连这点钱也没有 曹秀秀被刺的面上无光 转而开向我然然 你肯定有钱的对吧 你那么厉害 肯定挣了很多 你帮帮宝宝 他是你亲侄子 你给他出钱 我一脸为难 说自己只是个小老师 一个月正点死工资 根本没钱 曹秀秀又逼我掏出存款 不然就是见死的救 我只好告诉他 我就是因为炒股 把存款赔了才回来的 曹秀秀又是一顿枯天枪毙 而旁边围观半天的廖荣张 终于忍不住了 他重重地推到曹秀秀 坐在他身上 死命掐他脖子 都怪你 都怪你 是你说了 让我直接打的 我爸说的对 你就是阻挡我服气的扫把星 眼看曹秀秀脸色胀红 一群人才赶忙去拉扯廖荣张 期间还不慎被踹了几脚 曹秀秀眼神惊恐和错愕夹杂 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面目猙獰 满身怨恨的孩子 是他心心念念的龙宝 廖征来了 他和对方家长僵持几番 最后花了五十万赔偿费了解 我知道 这五十万已经是家里全部存款了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爸爸 带着两个男人 抗走了昏迷的曹秀秀 我用手机在房间隐秘地记录着一切 廖征还是用了那个方法 我那天故作无意地提醒他 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曹秀秀送回村里老家 不让他出来 那么就可以离婚再去了 廖征带来的两人我也认识 上一世就是他们 把我卖到山沟里的老墨家 廖征真是非心甘的 我只不过是提出把他送走 他就能想到更易老永逆的办法 把他卖了 看来这一世 曹秀秀要走上我的老路了 第二天起床 全家人默契地没有开口 问了一句曹秀秀 我妈反倒像松了口气 自曹秀秀生下龙宝 就一直在家休息 也不上班 也不干活 只知道拿着手机 和群里的宝妈们说 龙宝有多么好 负责一家 我妈一个人要刺我大的和小的 没人关心他 也没人替他分忧 活成了曹秀秀的老妈子 饭后我送廖龙章去上学 廖龙章阴沉沉地问我 姑姑 妈妈去哪里 等我回到家时 我妈一脸惊恐 拿着电话秀秀打的 我眼神闪烁 示意他开免提 对面曹秀秀的声音堪称凄惨 压抑着哭腔妈 妈 有人害我 你救救我吧 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拿棍子我 让我和狗一起吃饭 我表情冷漠 想起上一时自己的狼狈与痛苦 老莫是个心狠手辣的老官夫 他简直是个变态 他每天都要打我 还要我伺候他 稍微不如意就又打又马 他把我打残后任由我自己挣扎 熬过去后让我住在猪圈里 像养一只畜生一样样 最后更是喝醉了酒 直接拿铁棍打 我淒厉地喊叫 会让他兴奋 最后直接我被打死 曹秀秀当初卖我时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惊天 他但凡有一丝人性 都不会做那样的决定 我妈回过神 劈头盖脸 对着电话骂活该 你挡了我孙子的服命 你把我孙子害惨了 让你要武扬威 滚吧 最好早点去死 我抢过我妈挂的电话 让他先离开嫂子 对面像看到救星一样 求我救他 那下个药的牛奶 是荣张亲自给你的 你也是我哥亲自送走的 那可是我哥挑了老酒的好地方 保证你死了也出不来 你拼死拼活药的龙宝 心里恨死你了 说你才是害他的最会活手 谁也就不了你了 我清晰地听到 曹秀秀绝望的嘶吼 也听到周围嘈杂的骂声 我听懂了那些方言 他们在骂臭子 死猪婆 之后的日子里 廖荣张被同学排挤 干脆直接辍学 偷了我妈的钱 去街头当混子 每天不着家 我偶然看到一次 他在混混队伍里的末尾 替人点烟 还剃光了头 全身纹着纹身 据说他被混混收留 就是因为他没有左手 出去混就说是打架把左手剁了 显得很厉害 我妈天天变着法去找他劝 结果三次之后 就被一帮混混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了 现在全身都是伤 只能躺在床上嗨嗨叫 廖征没有看他妈一眼 他现在忙着娶妇苗 再拖下去孩子都要生了 婚礼那天我去了 我把我妈送到了养老院 再也不管了 廖征听了也没说什么 他现在也不管廖荣张了 因为妇苗肚子里的宝贝儿子 是他的新指望 看着人到中年 意气风发的廖征 我笑了笑 害我的一个也不能少 三个月后 妇苗生了个健康百胖的儿子 廖征人逢喜事精神爽 买了一桌 请了所有朋友来吃喜宴 我妈也被从养老院接了出来 安置到主位上 他整个人销售了一大圈 看起来很憔悴 头发花白 眼睛浑浊 净显老太 想来也是 养老院的护工很少 大部分老年人都要自力更生 更何况我妈没有儿女去 时常看望 自然得不到用心养护 廖征拍着我的肩膀然然 哥能又现在多亏了你 你这是哥的好妹子 我指了指角落的廖荣张他呢 你不管了 廖征冷漠地扫立眼横 老子养他到18岁 就算尽责了 我给小儿子算过了 肯定比他负责厚重 他跟他妈一样 当我财运的灾星 宴席很快到了高潮 廖征和傅苗抱着他们的儿子 各处敬酒 领红包 各位亲戚朋友都笑得真诚 给孩子夸赞和祝福 就连我妈也暂时忘了大孙子 去看这个小孙子 我站在廖荣张身边 轻轻开口荣张 你看他们都喜欢你弟弟 你明明是龙保复星 他们怎么更喜欢那个孩子 难道就因为他有两只手吗 廖荣张一言不发 死死盯着廖征和那个孩子 大概四十分钟后 在宴席到尾声时 孩子出事了 廖荣张偷偷溜到酒店房里 拿着刀划了那个小孩子的左手 好在傅苗反应迅速 一脚踢开廖荣张 抱着孩子就去医院 廖征得知此事 丢脸和愤怒一起涌上心头 拿起刀就要下手 我拦着他 赶紧带着他去医院 医院里 已经有个男人陪着傅苗看孩子了 老莫就是他的老东家 我清楚地看清了廖征眼底的怀疑 趁他怒气上头 悠悠开口歌 不是我瞎说 我总感觉小折和咱们兄妹不太像 都说侄子肖姑廖征 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暴躁 咱们廖家可不能被人给耍了呀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廖征去护士站文讯去了 傅苗生孩子 是由他父亲一手包揽的 一切信息都没有告诉廖征 当时廖征只顾着 稀好儿子和媳妇 根本懒得管 至于我怎么知道 说来好笑 当初傅苗和香好的未婚先孕 香好的害怕父爸打击暴富 于是跑了 傅苗只好找个接盘侠 就是他爸手底下的工人廖征 这都是我被卖到山沟时 老莫和那香好喝酒时当笑话说出来的 上一世的我为了帮曹秀秀留住婚姻 主动找到廖征给他出主意 托到孩子大了 就算不给彩礼 傅苗也得嫁 廖征动心了 可出乎我们预料 傅苗反而先串了廖征 等廖征把我卖了后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香好还是守不得儿子 回心转意了 而傅苗从廖征嘴里知道 是我给他出搜主意 恼羞成怒让香好联系了老莫 最终几人把我迈进了山沟 本回忆结束 廖征也回来了 他狠狠钻紧从儿子那里拿来的刀 快步上前狠狠捅了那个男人一刀 他一副煞神模样 恶狠狠地连捅了三刀后 男人缓缓滑落在地 鲜血染红地板 傅苗尖叫一声 下一秒被廖征一拳打倒贱人 你拿我当傻子 贱人 血行不对 他和傅苗都是行血 而那个小儿子确实醒 赶来的医护人员就下了傅苗 不多时 警方也来了 他们带走了廖征 一个月后 廖征因为故意杀人而进了监狱 警方在调查被害者身份时 意外发现他似乎参与过拐卖案件 经过一番调查 确认了受害者吴某是近期两起失踪案的嫌犯 就连傅苗也带走调查 案件将持续关注 我妈遭受G203的打击 大病一场 彻底起不来身了 在他闭眼前 还要我养廖征章 说这是廖家的毒苗 我笑了笑妈 廖家的龙宝福星给你留着了 我这种灾心不配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我拿行李箱 我在一个下午独自离开了 廖征章躲了两天 又回归街头当混子 一年后的新年 拐卖案终于告破 警方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历经艰难 终于找到了那个山沟 他们就出了一个被拐三年的少女 还有老墨家受害两年的中年妇女 最后 警方在犯罪嫌疑人老墨的猪圈中 找到了古兔渣 是曹秀秀的 而人渣老墨也被判死刑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我看着台下的观众 调整了呼吸 轻盈地翩翩起舞 我感受到冬日的暖阳照在我的身上 热烈的喝彩响在耳边 我终于重回人间